多謝主席 今個星期日就是這個母親節 我在此藉此機會感謝天下所有偉大的母親 也祝願大家母親節快樂 主席我發言是支持和感謝陳萬琦議員提出 推動香港女性全面發展的園議案 和王國議員陳家沛議員提出的修正議案 民建聯是支持園議案和所有的修正案 主席我擔任了弊政黨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的主席已經十幾年了 我長期都是為女性發聲 今天陳萬琦議員的園議案的其中一個重點 就是希望政府成立一個專員 專職專責去處理婦女事務 這個婦女事務專員我覺得都是很有必要的 當然我不認為有了一個專員就會萬事大吉什麼都做到 但是根據我以往和政府接觸 去爭取婦女不同權益的經驗來說 我會覺得如果有一個專職專責的專員去幫忙統籌和協調 可能就可以事半功賠 主席香港的婦女只能擔起半變天 香港婦女佔香港人口超過一半 很多婦女其實都是很努力工作 很努力做好自己的本分 在家中就是持家有道 又要照顧長輩 又要照顧家庭 照顧兒女 但同樣地其實很多婦女都希望可以發揮自己所長 發展自己的事業 但他們都面對很多不同的問題 我婦女事務委員會經常都是為不同的婦女議題發聲 我想舉例我的經驗 好像我們不斷地為婦女的健康發聲 我們全力爭取婦女的全民乳癌的篩查 打擊子宮頸癌 希望可以接種免費的HPV疫苗 即是打擊子宮頸癌 希望香港發展成為沒有子宮頸癌的城市 很多婦女年長都面對骨質疏鬆的問題 所以我們亦都在這一方面提出我們的建議 以及亦都希望增加婦女健康檢查服務等等 這些範疇全部都是屬於衛生的範疇 所以我的接觸就是衛生局 但當年的食衛局 其實當然不會放婦女在她的首位 因為她要做的事太多了 但過去幾年其實都逐步都爭取到 但過程是漫長和痛苦的 因為都要十多年才爭取到我們想爭取的東西 現在我們看到香港人口老化 我們很多婦女年輕的時候都為事業 為家庭拼搏 所以延遲她的生育計劃 去到年紀大了 可能三、四十歲了 覺得很需要事業穩定 很需要生嬰兒的時候 發覺自己已經是高力產婦 所以我們民建聯最早在議會裏提出 希望政府可以增加資助輔助生育服務的政黨 因為我們知道很多女性 都很希望就算年長了 都可以生嬰兒 我們看到其他地方都已經有政府 去支持的卵子銀行服務 所以我們認為卵子冷凍的服務 其實都是很有需要 婦女年輕的時候已經可以冷凍卵子 讓她們年紀大了 生育的時候是可以做得到 用得到的 還有現在如果你在公共醫院去排期的話 其實最主要等18個月 如果去私家醫院去做輔助生育服務的話 你要最少花十幾二十萬 很多家庭也負擔不起 所以這個其實對提高生育率 以及支持婦女建立家庭 其實都是很重要 但是政府一直都沒有正視 我們也希望政府可以增加 有兒托管的服務 讓想做事的婦女 都是無後果之憂才夠膽生育 否則 只可以在生育和做事之間做了一個抉擇 現在是不夠的 我們長期也關注針對婦女的性暴力 性騷擾 家庭暴力的問題 這個我們又要跟另一個局去談 剛才婦女就業又另一個局去談 我們也認為單親家庭 離婚支援服務也是不足的 但這個又是跟另一個局去談 大家可以想像 只是婦女事務 我要接觸的局 是說四至五個局去談不同的事務 所以如果我們是有一個婦女事務專員的話 我相信是可以讓婦女事務 可以做得更加理想的 主席 我相信香港的婦女 絕對可以發揮所長 為香港和為國家 作出更大的貢獻 希望政府聽到我們婦女的聲音 成立這個婦女事務專員 要不夠 我會判斷 我會判斷